衛福部原先规划 二零一九年要将医师纳入劳基法 现在传出可能生变 衛福部表示 如果依照劳动部所说 一次连续工作 最多只能十二小时 将重创民众就医权益 为了避免医师过劳先前 衛福部承诺将在一百零八年九月 要让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 规范医师每周工时八十小时 而且每次勤务连同延长工时 不得超过二十八小时 但是劳动部认为工时还是太长 不过卫福部坦言 如果依照劳动部所说 一次连续工作最多只能十二小时 将重创民众的就医权益 那么医疗的服务的过程跟形态 跟其他的行业是不同 那么往往医师对于病人是责任制的 所以需要有更大的弹性 那么我们相信对民众的这个就医的方便性来讲 会有一些影响 那么但是如果在影响范围可控制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朝向禁劳基法来努力 目前卫福部倾向修正医疗法 增订医师职业伤害保障 工作规则以及退休制度等 草案最快年底出炉 另外一例易修上路后 在缺乏弹性的制度下 对于基层诊所冲击大 民众的就医权益也受到影响 当然成本增加专业人数不足之下 于是产生的就很多的问题 我们在做一些偏向上的医疗 分级医疗上面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困难 各个医疗院所提的一些疑问和建议 我们全部都是有做书面的回应 患者的权益 医疗品质的这个部分 都必须要能够周延的考量 那才能够让这个部分可以顺利的上路 劳动部强调修法是为了落实周休二日 关于加班费 公时弹性认定等 将持续收集各方的意见 进一步检讨 记者会由吴家宝特报导